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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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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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車輪的進氣口線喉只有38毫米 這就像是你博爾特跑得再快 但你把鼻子捏起來你也跑不快一樣 然後接下來說這台車重不要看這麼大一台車 它的車重只有1.8噸 而且它是放在最低線重上面 為什麼它能夠那麼輕啊 大家都說造車的時候最便宜的是用的是鋼板 好一點的性能車會用鋁合金 但是這一台車 全車所有的覆蓋卷都是乾式的碳纖維 就跟我們上一期講保時捷那個 乾式碳纖維的車殼是一樣 所有的你看到所有外觀的覆蓋鍵全都是乾式碳纖維 然後再說到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幾個地方 它有8根減震器 然後它的煞車呢 帶水冷系統 你看過水冷式的煞車嗎 再來我們看到車頂上有一個最大的進風口橫著那一條 那個就是我們的水箱發動機的散熱 前面小一點的這個呢中間呢是給車內的通風 然後作為換季使用當然這個東西不是必要的 因為這台車有空調 當然說到側邊的兩個進氣口 是給我們後面的 插速器 後煞車作為風能使用 當然說到一些外觀的不一樣 因為這台車是一台達卡爾賽車 所以它 跑的距離呢 這個比賽一次就是15天 所以說它需要把很多的配件帶在身上 像底下有看到我們的急救箱 因為你在野外可能會發生危險 當然我們說到它的備胎放的位置也很神奇 為什麼 賽車講究的就是重心低 雖然這個車這麼高 但它的重心基本上都是放在 這條線以下的 然後呢 前式後式的對向AP 煞車卡錢 然後看到後面 它的整個車都是 管正式車架 所以它的所有覆蓋件 你在發生任何撞擊的時候 每一個部分都能夠像Ping圖一樣 拆開換新的 這台車整個重建它只需要 8到12個小時就可以把整台車的所有配件全部放過一遍 所以 貴 是有貴的道理 接下來我們帶到車內 讓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到底還有什麼黑科技 哎呀這個車 跟我們的拉蒂車還是有不一樣 畢竟車比較高 然後呢 坐到車裡面之後 大家看到 其實跟拉蒂車一樣 它有很多的共通點 比如說防滾架安全座椅啊 這些安全帶 這我們就不再多說 我們就說說其他不一樣的部分 首先這些 這台車裡面 儲物空間巨大 它門邊有很多這種網格 那是因為你在比賽當中 你會需要放很多的 備件 車手的香菸啊 然後你喝的水 這些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後面 這些網格 這些就是你在 比完賽之後 你可以掛安全帽 再來說到一些 達克比較特別 比如說它的 進風口 量會特別大 然後呢 兩邊也有進風 你看 它的孔 這就比拉蒂塞要多 再來呢 它車上備有兩個水平 那是因為比賽當中 賽程很長 一天可能 馬拉松賽 要跑到1000公里 所以你需要在比賽過程當中 去喝水 再來我們就說到這個車 跟拉蒂塞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看到這個 六速的 序列式變速箱 S-Track 這個是世界上最頂級 你能買到最好的序列式變速箱品牌 然後呢 換檔撥桿旁邊呢 就是我們的手煞 手煞跟我們的 拉力車一樣 它是有中插的這個分離器的 所以你在拉手煞的同時呢 這輛車會變成前驅 你可以持續的踩著油門 接著在旁邊這個就是拉力賽車沒有的 它是一個 中央差速鎖的 撥桿 也就是說它是透過機械式的操控 可以做到100%的 前後鎖子 就靠這個去調整 再來 滅火器 電台 然後再來 說到 看一下 在這個很隱密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兩根撥桿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拉力賽當中 我們可能會需要換輪胎 那麼在越野賽當中也是一樣 甚至我們在跑沙漠的時候 有可能會陷走 那麼這兩根撥桿 就是控制我們底下的 四根 抑壓支撐桿 當你哪邊線車的時候 你只要撥動它 它就會往下 把車撐起來 這時候我們的 只要把防沙法放上去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脫棍 不用再辛苦的去挖散 但是 這個車 這麼大的馬力 這麼好的驅動 它基本上沙漠是不會顯傻 這一切都只是預防萬一 接著我們再說到 這台車的通話系統 拉力車通常都是一個 這個車會配備兩個 因為賽程長 接下來我們再跟大家說 它的 屏幕 其實很簡單 它只顯示檔位 你不需要去看 這個車的油溫油壓 這些完全不需要 車手只需要專心看路就可以 接著前面有一個航向表 在長距離的比賽當中 我們是沒有辦法像拉力車有很詳細的路輸 左一右一 直多少米的 動輒幾百公里 它只需要大方向 往這個方向去走 怎麼翻沙摩 那就憑車手的本事 再說到中間 MOTEC的儀表 這個主要是用來看一些車輛的參數 我們可以把電給打開 通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車著車也是一樣 總開關 電腦開關 然後啟動按鍵 這車有點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屏幕已經亮起來 然後以及這個 車輛的 庫存的油料多少升 電池 電壓跑了多少公里 接下來我們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台車 更特別的一些地方 有前檔風機 氣瓶 煞車冷卻風扇 空調開關 還有一個動力換檔 動力換檔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蓄電式廢油箱 大家都知道退檔補油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在沙漠當中 主力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選擇 退檔的時候補油 也可以選擇 換檔的時候補油 OK 這次相信大家應該沒有遇過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這個 動力換檔 就是補油進退檔 補油這個機制 再來說到儀表翻驗就很簡單 冷卻風扇 煞車水泵 然後我們再說到這台車有配置的 水冷式的煞車 除了風冷以外 還有可以透過水去降溫 還有一個 減震的冷卻氣 這個你 你能接受嗎 減震的冷卻 因為曬程非常的長 沙漠溫度都很高 所以 煞車油很容易沸騰 那麼就需要煞車的冷卻 然後我們就說到 跟拉力車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拉力車呢 開關都很簡單 然後不會有上面有這麼多保險 這個就有點像開飛機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會有很多 集成式的這些 保險式 這是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一旦一個 部件出現問題之後 只會影響這單一部件的運作 比如說你的電燈不亮的 就是電燈 不亮的 它並不影響其他的部件 你的雨刮什麼 一切都還是 正常 那麼就可以確保你在比賽當中 不會因為一點點的小問題 就出現的 就造成你脆散 然後我們再看到 油棒 它光油棒就 兩個油棒 每一個油棒裡面有雙油棒 所以這台只有十個油棒 然後前插助鎖後插助鎖 這就跟大機一樣 這個車有中鎖前鎖後鎖 但它的鎖子力比大機的要 高得更多 這一切都是賽用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上面有FIA的車檢標章 這個就是為了讓我們在 比賽當中這台車 賽車是合格的 可以參加比賽 然後包含拉力表配置兩個 包含領航的一個大的 航向的這個GPS的顯示屏 然後呢 說到這台車 你看 領航的部位 這邊有很多 像換胎的 工具 然後電腦 踏板 然後這邊是水瓶 就是比賽當中的喝水 然後我想說 這台車為什麼沒有其他地方 比如說放吃的喝的 因為通常開這類 車的選手們 都是最早一個離開大鷹 但是也是最快回來 他不需要在沙漠裡過夜 所以不用想著在車上要帶很多吃的喝的 不用 我們只要正常去開 這台車基本上 不會壞 OK我們剛剛把裡面的所有功能 都給大家介紹完之後 大家也知道這個發動機的採索 大家最想知道 這台車開起來到底怎麼樣 接下來我們就會戴上頭盔 帶大家進賽道 去感受一下這台車 不一樣的地方 開口的地方 不用太多了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下车把所有的装备都脱掉了 就刚刚试驾完这台史上最贵的Mini Countryman 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因为它的整个减震的行程 包含发动机的输出 虽然说它只有小小的320匹的马力 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2.0T 我觉得不算特别大 但是令我压抑的是 它在弯道当中 你看遇到所有的坡障碍 包括你看车手 我们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是很轻松 但无法想象 刚刚我在试驾的这个路当中的路有多烂 但是这台车如履平地 就大家镜头可能看着很变 但其实我在里面坐的是很舒服的 有空调 然后雨刮这些都有快捷按键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体验一下 但是我觉得有点难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台车到底多少钱 这台车是mini的Countryman 达卡尔版本的世界关键车 这台车当时进国内的时候 包含服务费配件各方面 花了1100万人努力 所以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开的那么保守 这个车只要砰一颠 虽然它不容易翻 但翻了我就成车主了 1100万 买法达地不香吗 OK我们昨天已经试驾完这台 非常昂贵的mini Countryman赛车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有幸采访到 我们的车主金总 金总也是我们国内的 顶级的冠军车手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金总 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 把这台世界冠军级的赛车 运回到国内参加比赛 因为我喜欢 看到没有 这就叫做任性 我们下回见